警銷人員一早七點在路邊 一輛鄉行車旁拉起封鎖線 這裡是嘉義線水上鄉的永慶二號橋 1月10號晚間下起豪雨 造成這個路段嚴重淹水 轎車幾乎快被滅頂 動彈不得 消防出動救生艇 救出三十二名受困者 沒想到今天清晨有民眾報案 疑似有兩人來不及逃生 受困車內溺斃 現場情況 先帶您來聽一段 消防隊長的最新說明 根據警方初步瞭解 罹難者是一男一女兩名長者 疑似因為水煙太快來不及逃生 現場被發現時 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詳細死亡原因 還有在檢方調查釐清 而目前警銷也持續在附近路段 農田清查 確保沒有其他人員受困 以上是我們掌握的最新消息 時間盡頭交換棚內 立刻下載 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